俄罗斯从海上发射去了不飞弹 声称击中乌克兰东部的日托米尔州 俄军26号接连公布影像宣扬战机 中国央视也跟进报道 俄军使用伊斯坎德尔导弹 打击了乌克兰的山毛举防空导弹系统 而另一个画面显示 俄军占领了位于基辅州的一处乌军指挥所 声称打下的是乌克兰军队据点 但官方没有说的是 俄罗斯军队现在军令 陷入混乱 西方情报机关认为 先前被下属用坦克黏过的 俄军指挥官已经伤重身亡 俄军打到自己人 就连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东正教堂 也被炮弹击中 不分敌我恐怕是因为俄军缺乏军备 又饿又冷的士兵军籍患散 无差别洗劫平民 如今只有伤兵有机会回到俄罗斯 在医院接受英雄式欢迎 但西方制裁已经引发俄罗斯民众恐慌 他们到药局抢购进口的安眠药还有避孕药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失利 连带影响国内的民生经济 华士新闻放自己编译